中俄两军同时进行战略调整 都是为了实战 为何调整方向却完全不同呢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对俄罗斯军队的一项调整 让他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今年2月份 普京签署了法令 批准重设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 这两大军区成立之后 将取代俄罗斯的西部军区 而新建的两大军区 不仅继承了绝大部分西部军区的人员和装备 还将拿到北方舰队下辖的摩尔曼斯克核潜艇基地 在此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扩大规模 新增人员装备 因此普京的这一举动 对西方很多媒体都打上了穷兵独武的标志 很显然西方舆论并没有让普京的决心有所动摇 今年4月份 俄罗斯春季征兵还有了明显的扩招迹象 很多媒体和专家都认为这是在为两大新军区做准备 那么问题来了 普京为什么要取消西部军区 重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在北约身上找 这几年啊 芬兰瑞典先后加入了北约 极限压榨了俄罗斯西北部的安全空间 原先的西部军区呢 冗于庞杂 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指挥结构 都已经很难胜任西北部的严峻防御任务了 更何况这里距莫斯科非常近 一旦出现问题 对俄罗斯来说啊都将是指命的 所以出于防御需求啊 普京拆分了西部军区 重新建立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新军区 让不同的军区防御不同的方向 针对不同方向的敌人 组建不同的军队 这一点呢和我国的战区结构十分的相似 例如我解放军西部战区 就十分重视高原环境的作战 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 都是必须具备高原作战条件的 而我解放军东部战区呢 因为特殊的历史使命 就非常强调两极作战 装备了不少用于抢弹登陆作战的 两极装甲车 放在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身上 就是要强调在防空反导反战痛 以及在北极地区的作战能力 对应于俄罗斯进行军区调整的时候啊 我解放军也在进行一项重要的调整 4月1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成立大会 在北京举行了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种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 撤销了战略支援部队番号 而信息支援部队将和军事航天部队 网络空间部队 以及联亲保障部队等 一起构成我国四大独立的新兵种 这一调整啊 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牵扯到海陆空 以及火箭军 但是这四大主要新的兵种 对解放军战斗力的影响 那是根本性的 因为那标志着解放军信息化程度的 接一步提升 这是解放军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境环境 所进行的一次战略性调整 在中美博弈深化的当下 实战意义十分重大 和俄罗斯相比啊 我们在军事结构上的调整 明显是快一步的 在俄罗斯针对作战目标 进行军区调整的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战区建设 开始着手军队整体的信息化转型 这不仅需要领导层的高瞻援主 还需要庞大而先进的制造业为基础 全世界能做到这一点的 恐怕也只有中国了 中国两军几乎同时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尽管由于作战目标的不同 中国两军都在为实战做着准备 事实上 世界各大军事强国都在整军备战 很显然 国际局势已经来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刻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聊 这个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by bwd6